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 最佳现场能不能帮助他们解决这个矛盾 恩爱夫妻却在现场吵翻脸 究竟为何 她们夫妻之间最近产生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是原则和非原则的抗争 放纵是没底线的 她说其实您是完全一种哄骗的状态 娘女儿 一看娘女儿 你觉得我把她毁了吧 原来这种关系是如此的轻易令人被适合了 其中团好心充当调解员 为何绍峰竟毫不买账 这个合同里面啊 其实二位都对彼此进行了约法三章 都不接受 我觉得这个多猫 其实我对于你们这个节目我是很有意见的 还要签合同 什么事啊这是 孟俊再出瞎手锏 少风流星能否破镜成员 我怎么那么爱你 为了婚姻更好 这个我绝对承诺啊 我一定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这些事情 我老公比较浪漫 我绝对是她的粉丝 终身的粉丝 最佳现场 少风 刘欣 亲手十年 依然爱你 今天做的最佳现场的是一对明清夫妻 少风和刘欣 但是我得知呀 他们夫妻之间最近产生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说在最佳现场开场之前 我偷偷的前路了 他们的休息间 趁着少风老师不在的时候 我要先去问一问刘欣老师一些问题 走 我们来看一下 九十分 九九八 一日教育孩子吗 聚少力多 他教育孩子比较严重 我呢 比较丑一些吧 是原则和非原则的抗争 最重要一点就是没时间陪海 爱心泛滥的时间多一点 我就希望他不要对孩子们的年龄 其实很难 改不了 你也得提点意见呀 改不了 就是一个 我觉得首先是性格 然后再加上确实他跟孩子在时间里面不是那么多 当然比我要多 完全受不了就是孩子的那种撒娇也好怎么也好 九分吧 九分吧 有一个月里边 有七天 有七天就OK了 好的 谢谢您 好的 谢谢您 好的 那我们待会尝尝 这挺厉害的 厉害的 厉害的 好厉害 不让我去拿吧 掌声欢迎 少风 刘欣 欢迎 欢迎 有请二位 欢迎二位 欢迎 原意的 欢迎二位 来 请坐 请坐 我觉得各位举这样的团 应该不难看出来 二位夫妻非常甜蜜 手牵手的 但是我跟你们说 刚才我分别潜入了 刘欣老师的休息间 和邵峰老师的休息间 所以他们分别问了五个问题 分别对对方打了两次分 我发现他们两个人打的分 和对回答问题都不太一样 身为夫妻 由此可见 其实二位老师的婚姻生活中 应该产生了一些小矛盾 不会 有这么严重吗 不会吧 有 你先说一共是打多少分吧 我们不能说 这个只能是您看了我们最佳现场才知道 我们今天要在这卖个关子 保个命 那我知道我给他打了多少分 对 听说那就是你这人不厚的 你看 这么容易就能被人给离间了 原来 原来这种 这种关系是如此的轻易 就能被撕破了 笑的就是这效果 没关系 可能二位老师他们不愿意说 是谁进入了您的生活中 就导致了二位有一些大的分歧 其实是宝宝 对不对 其实一直是我更倾向于想要孩子 因为其实可以理解 作为女演员 而且正好是在事业的一个高峰期 谁愿意怀孕生孩子 因为谁都知道 怀孕生孩子可能有体型的改变 人可能会昌老 从怀孕开始到生完孩子 到虎育孩子 整个的一个阶段 可能都拍不了戏 就可能事业上肯定会有影响 一般都不愿意 对 而且我觉得作为刘欣老师 她还是百花引后 这样的一个 她更是觉得说 要在年轻的时候 多出几部好的作品 你就这么生生的 就是把她的这个 娘女儿 一看你娘女儿 你觉得我把她毁了吗 您自己觉得呢 您直说好了 那这样子我出来 好好地跟二位聊聊 好吗 好 二位老师好 你好 刚才啊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挑事的状态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特别呢 我其实在刚才单独采访了刘欣老师的时候 她也跟我说了这个事 她说其实您是完全一种哄骗的状态 让她生了宝宝 因为特别意外 这个宝宝来的 我说先别要了吧 她说 好 好 好